高雄高檔的自助餐廳 晚上用餐時間 卻尖叫聲不斷 坐在椅子上的客人全跳了起來 還有媽媽連忙 把小朋友的推車拉開 吃個飯吃得這麼慌亂 全是因為地板有隻 火跳跳米奇 老鼠在餐桌下衝來衝去 真的嚇壞用餐客人 甚至服務生也心怕怕 還好又不怕老鼠的男客人 挺身而出 先是用腳踩住 接著不慌不忙 徒手火呆老鼠 火呆米奇的大哥身手 真的不是蓋的 抓起老鼠那瞬間 其他客人簡直鬆了一口氣 大喊英雄還邊拍手 讓米奇餐廳冒險季落幕 因為從外面進來 因為有人在側門的地方做出入 然後跑進來 那其實我們的服務人員 有第一時間有看到 那其實要做圍捕的時候 到客席桌的時候 引起了一些騷動 真的是很抱歉 飯店表示用餐時間 竄進老鼠 對客人真的很抱歉 也發餐券作為賠償 但當事人臉書發文 餐券要下次才能用 這賠償的誠意似乎有點弱 那後續我有在直接跟 當天的主辦人 來做一個聯繫 那我們是希望說沒關係 您就是全部來用餐 由公司來這邊來做招待 衛生局接物通報將派人檢查 雖然飯店位在公園旁邊 容易引來老鼠 但衛生管理還是得加強 如果限期內不改善 飯店恐怕不只被罰款 至少6萬 評價也會大受影響 這叫高雄 綜合報導